我求妳要點天下 你 院長 再提 我要保衛國家 孫子維你拿什麼保衛國家 我是最亂會的 你拿你的口水保衛國家嗎 你拿你的手球保衛國家嗎 連疫苗都拿不到 你要保衛什麼國家 你批那麼羞辱力保衛 你就道歉 道歉 你以為是誰 你們總是要展現一下保衛台灣的決心嘛 我怕到時候投降的第一個是你啊 我怕到時候投降的第一個是你 第二個是蔡英文啊 你院長 暫停 什麼叫做外面更小 請問下院長是什麼意思 我特別講 他可以這樣子出言羞辱立法委員嗎 走出來要用打架的嗎 他可以這樣羞辱立法委員嗎 執行要打架嗎 來來 外向你們那麼丟臉 你現在是要找我打架 你是什麼意思 你是要投降嗎 他可以這樣子嗎 要求他道歉 換者可以羞辱立法委員 你拿什麼保衛國家 孫子維你拿什麼保衛國家 我是最亂會的 你拿你的口水保衛國家嗎 你給你的手球保衛國家嗎 連疫苗都拿不到 你要保衛什麼國家 你批什麼羞辱立法委員 你說道歉 道歉 你以為你是誰 你以為你是誰 來請說 你以為你是誰 我從頭到尾 以你相近 我還不夠有禮貌嗎 你不要假小當想起 這樣怎麼質詢下去 好來來 鄭委員我來主席再處理 這樣說到沒辦法保衛台灣 都傳播都說假的 我來處理 那個大家好 好來 大家好 當時還要拜託我去給你助選 還丟臉 當時還要拜託我給你助選 還要我拉著你的手 喊動算 我針結丟臉 論證的地方 還要拜託我去給你站台 助選 欸他 你要不要制止他一下 你要不要制止他一下 好來來來 好來來來 先暫停啦好不好 時間先暫停一下 鷷員的交通是個工具 你是在坐 你是在坐台語想幫你 我回答了 我跟你有夠阿爸啦 我沒有阿爸 你有夠阿爸啦 我沒有阿爸 今天工具來這樣弄呢 這一個尊重 你問我嗎 那跟這有什麼關係 我在說沒意啦 你講母語 我也尊重啊 你講啊 你那台 是你一定 我跟委員先報告一下 語言是個交通的一個工具 大家工具都能夠共用的 會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委員今天直接這樣傳譯才是怎樣 那我就按照規定 請傳譯一下再講 時間並沒有辦法增加 請傳譯一下 其實我跟委員講 你剛剛講有的話我聽懂 但我剛剛已經講了 這是個工具 大家都有了共同的工具 然後所以就不公平好嗎 你不要翻譯順我啦 那我現在就跟你講 你沒有跟我討論過 OK 不是啦 我是問你 我們台灣有在內容裡面嗎 沒有 沒有 國中有說過 美國不跟我們說這條文裡面 有說到台灣有幾個 這這樣翻譯這樣有困難嗎 我跟我說有台灣差不多在裡面 我目前看到沒有啊 那他講的話 大家可以跟我們說 我可以看到啊 這個是立院的翻譯人員嗎 我認為台灣是一個台灣的國家 國家議員發電話 讓我們有這個機會 媽媽說的話叫做無意 無意就是國語 我也尊重大家不一樣議員的人 但是我們不能勉強別人說話 過去配合到公安坡 可能台語比較聽到 我用中文來翻譯 今天 我希望你歡迎 有一個翻譯來這邊 這樣也不行 對 可是我跟你講不行啊 他傳譯啊 反譯就算了 你剛才說不對 你怎麼知道啊 我也沒講不合理 我也沒講不應該 我想既然要傳譯 好好的傳 對啦 他反譯就不對 這樣才是誰的 他反譯就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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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的交通是個工具 同樣的對話 這個只會把速度加快 但委員沒有在聽 一定要這樣傳譯 我剛剛並沒有反對啊 他反譯不對啊 他剛才是問你 台灣有參加嗎 我問的是 台灣有在招門裡面 這是兩者的事情嘛 反譯有問題 現在是委員要處理 還是我們應該叫做題外話 那你現在講 也是一個題外話 那我現在可以講 我沒有參加 我就沒有問你有參加 我怕有問你呢 站起來 主席講一下 我要給委員介意一下 還是這樣一句話 工具 大家都有 為什麼不用同樣的工具呢 假如為這件事情 要變成一個議題的話 那今天標題 我們另外開一個議題 我會到你那邊去談 我問你有夠阿爸啦 我沒有阿爸 你有夠阿爸啦 我沒有阿爸 今天如果法國人站在這裡 你的家 不要說你的家 看清楚楚 今天如果法國人站在這裡 你的家 我對每一院都很客氣氣的 你挑戰 你挑戰 沒有每一院都很客氣 我對每一院都很客氣 我對每一院都很客氣 因為我同仁都很客氣 我沒什麼阿爸過 你可以問我同仁 我阿爸過有沒有 為什麼 我沒有了解 我們兩個議員不一樣 我請反應到底做不到 你敢說我做不到 什麼事情 我 你沒有做什麼 不對 我是建議你 語言是個工具 大家同樣的工具 大家同樣的工具 為什麼要拿那個 不一樣的工具來這樣弄呢 我想要保護我們台灣的母語 我們有原子民意 有客家威 可以阿 你要說你母語 我沒有意見嘛 對嘛 所以都用反應在裡面 你外國人來 你就不會叫他講中文 為什麼我在這裡 你要叫我講中文 為什麼你要教育我 我沒有教育 我只跟你講 今天這個殿堂裡 大家工具 如果一致的話 只會讓我們這個議會 推動工作 更加順暢 大哥是你聽不懂 你聽不懂 叫我聽不懂 你明明聽不懂 那你怎麼知道 我聽得懂 所以我請反應 聽不懂 你剛才開始跟鄭視 你什麼態度 在跟我說話 因為你講你要透過這個傳譯嘛 那我就有傳譯嘛 你有資料我請嘛 我沒有跟你講話 你不給我一個送給 這個會談 就跟外國人來 我實在可以跟你用英語 但這要會談話 這一個尊重 大家一定要經過傳譯 我請反應對你不夠尊重 要怎麼看 要對你尊重 你沒有不尊重 一定要說中文 對你尊重 說北京會對你尊重嗎 你從一就位委員 我去代會 就很尊重你 你忘了嗎 那跟這有什麼關係 我在說話 你講母語 我也尊重啊 你講啊 你那台 是你一定 好 沒關係 我意思是怎麼樣 我意思是怎麼樣 我意思是來尊重你 你每個問題回答 正常就是 語言是交通工具 你是要多 你是要多台語 我回答啦 你回答啦 你回答 有沒有告訴我 我們知道不知道 我就回答啦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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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聊了嘛 過了 委員你真的不要講 你不要想想到 搞錯我們官員 好像對你個啊 我沒有過 我對每個委員 對每個媒體 對我們同仁 我沒有這樣態度過 我也是好心的勸委員 拜託你 用工具 用工具 委員以前有過的 在旁邊 日本的地道啊 日本風衛性的主料啦